赵金迈长大了 在刚刚大结局的热播剧开端中 赵金迈饰演的李施勤 一名普通的大学生 试图依靠个人的力量 将一车人带离爆炸的危险 逃脱时空循环的困局 观众惊奇地发现 这个看着长大的童星 已经从儿童剧 家庭剧中的配角身份中跳脱出来 挑起了悬疑剧主角的大量 2002年生人 8岁开始演戏 出导12年 作品数量22部 大小屏幕记录了童星赵金迈 一路成长的身影 2020年 赵金迈以全国第一的成绩 考入中央戏剧学院 这意味着 他的演员身份得到了专业的认证 专业训练打磨了赵金迈的演技 在大一下学期拍摄的开端中 他的表现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相关热搜不停地进入大众视野 合作过的演员 都会以刻苦乖巧 能力好等词来评价赵金迈 赵金迈就像自家的闺女 努力学习不需操心 在演员这条道路上走得四平八稳 开端里的赵金迈 让人眼前一亮 在这部以时间循环为设定的推理悬疑剧中 赵金迈饰演的李施琴 一次次地返回到事件发生的前几分钟 带着上一轮爆炸的恐惧与破解本轮障碍的思考 在相同的环境与人物面前 呈现主角内心的变化 这对于演员来说具有挑战性的 相同的环境与低近的剧情 要求演员的表演具有层次感 细腻到位 既要区别于上一轮 又不能偏离剧情设定 背景的单一 放大了人物的表现 当观众对画面中重复出现的公交车 道路 配角感到厌烦时 主角的表演需要起到提亮剧情的作用 赵金迈在开端的表演 无疑是能带给人惊喜的 在一次次爆炸后醒来 离事情都对现场给出不一样 但又前后连贯的反应 每一次的循环 赵金迈都克制地变化着表情 动作 以及说话语调 以润无息无声的状态 将观众慢慢引入到悬疑的氛围中 具有层次感与感染力 恰到好处地抚平了剧情 重复造成的观感到刺 当爆炸主谋现身后 离事情直接与之正面冲突 一欲抢走高压锅制成的炸弹 殊死一搏中 凶手拔出尖刀 刺向了离事情的主动脉 在黑白的画面中 浓郁的液体从脖颈涌出 赵金迈像一条被放了血的鱼 挣扎 抽搐 滑落 宾死前绝望与无助的情绪 从眼眶里渗出 窒息感似乎蔓延到整个屏幕 这段表演被放大网络中讨论 不少网友称 被赵金迈的情绪感染力所带动 仿佛连自己也产生了难以呼吸的幻觉 他的表现力 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如果说 开端是赵金迈进入专业院校后的一次考试 无疑 这份成绩单是亮眼的 开单中 离事情一绝 展示了赵金迈比过往更成熟 细腻的演技 重要的是 他以实际行动与表现告诉外界 赵金迈不再是少年派 小别离中被父母日夜围绕的闺女 也不是流浪地球 快把我哥带走中 被哥哥姐姐疼爱的妹妹 而是可以以独立个体的身份角色存在 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角 开端的热播 让不少人意识到 这位眼熟的主角赵金迈 曾经出现在如此多的影视剧中 早在六岁时 赵金迈已经成为了 沈阳晚报儿童表演班中的一员 而小记者团 钢琴 舞蹈 声乐等 训练为他的艺术天赋奠定了基础 到了十二岁 赵金迈迎来了人生第一部 为人熟知的作品 《巴拉拉小魔线》系列作品 林美琪厚重的假发头套 同色系的战袍 滑稽的魔法咒语 笨拙的动作 各种元素堆切出了赵金迈 在荧幕上第一个出千角色 此时的赵金迈 只是一个平时的念着台词 生硬地摆动着 稚嫩的肢体的小小童心 他曾说过 走上演员这条道路 是顺其自然的结果 自己与家人并没有刻意地规划 当时 没有人知道这个小朋友 在演瑜圈还能走多久 但演员的大门 已经悄然为他打开 他开始闯入大众视野 在2016年播出的《小别离》中 赵金迈饰演了 聪明懂事的学霸金晴庆 当时他在剧中 哭红双眼 要求父母不要吵架的片段 惹人生怜 从这部电视剧开始 赵金迈遇到了一系列 与之年龄相符的女儿 妹妹等角色 成为了大众荧幕闺女 此后 初恋这件小事中 天真烂漫的夏淼淼 演出了少女 爱慕异性时的 怦然与莽撞 《我的体育老师》中 外表乖巧 实则内心叛逆的玛丽 天天与父母 后妈斗嘴 少年派中的学渣林淼淼 既能与青梅竹马 前三一恶作巨石 打打咧咧 也能变着法子 来躲避父母的管束 在学霸和学渣之间 乖巧与叛逆中 自由切换 赵金迈作为演员的 可塑性 一见露踪迹 赵金迈曾称 自己与林淼淼 玛丽等角色的 反差性很大 在面对剧中的角色 与自己的年龄相仿 但性格各异的角色时 思考是赵金迈的方法论 这个角色的背景 和环境是什么样的 直接影响了 这个角色的性格 而性格所呈现出来的 小习惯是怎么样的 这又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他在一场公开演讲中说到 在与赵金迈合作重生前 张义曾担心 赵金迈的经验不足 但当两人合作后 赵金迈的表演能力 和表演经验 超出了他这个年龄正常的 应该有的独属 一系列妹妹女儿的角色 让赵金迈在讲述 家长里短的电视剧中站稳 但让他进一步出圈的是 《流量地球》 在14岁时 赵金迈被《流量地球》 剧组邀请出演电影中 女主韩朵朵 每天套着重大 40斤的防护服 除了完成奔跑 跳跃 攀爬等动作 还需要掉薇娅 拍摄时长超过10小时 除了完成拍摄任务 此时的赵金迈 还需要在拍摄的间隙中 完成悬业 备战中考 电影上映后 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绩 成为了华语电影历史票房前五 但电影的成功 却被赵金迈惹来了争议 影片结尾的全球广播情节 要求韩朵朵 以独白的方式 号召全球宇航员 为保护地球而通理合作 但不少观众 对赵金迈在电影中的表现 有大了质疑与批评 认为他在广播中的表演 感情不到位 说台词相念客温 这应该是他演戏以来 遭遇的第一次质疑 《游浪地球》是赵金迈的第一部电影 也是第一次当女主角 虽然成绩与争议共存 但拍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给他带来了成长 专业与专注的演员精神 那时便在赵金迈心中埋下了种子 2020年 赵金迈以表演专业全国第一的成绩 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本科班 入读表演戏是赵金迈职业生涯的 一个转折点 这不仅意味着 他将接受专业知识与科班训练的洗礼 走上更正统的演员道路 也象征国民闺女标签的脱落 与转型任务的到来 转型不仅是内心所渴望 更是演员职业生涯发展所要求的 此时的赵金迈 退去了婴儿肥 流畅的鹅蛋脸 渐显出骨感与棱角 如此时 他在继续出演 《海童》时期的闺女角色 不仅与其年龄外表不匹配 还讲阻碍职业演员的发展 《路路中西》后的第一部作品 赵金迈便遇到了正午阳光 成为了旗下第一个零零后演员 这对于赵金迈而言 是幸运更是肯定 不知从何时起 演员的专业性已经被网络所淡忘 取而代之的是天赋 眨烈 流量 等抓人眼球的标签 相比之下 赵金迈对于专业的追求 似乎略显与众不同 专业意味着可靠与稳定 这正是赵金迈在演员路上 做得更加稳当的制程里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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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